这名德国军官想要练习一下敲法 于是他来到一个犹太人身后 随后他又让一群犹太人排队站好 接着让其中一个犹太人把苹果顶在头上 然后 可伦到下一个犹太人的时候 对方竟然吃起了苹果 德国军官举起手枪就要射击 谁知旁边的犹太人为了狗狗 竟然大声唱起了德国诗歌 刚好军官也是诗歌爱好者 于是决定大发慈悲地暂时放过两人 至于枪毙的事情等明天再说 可旁边的中尉说今天的杀人指标还不够 于是军官叫住正在搬运尸体的犹太人 随后让对方把帽子交给他 接着又被军官扔到墙角 至此今天的枪法就练习结束了 而这里就是所有犹太人都会恐惧的奥斯维辛集中 在这里他们全都没有做人的权利 不但超过百万犹太人死在这里 每天还被当作牲口干着最重的苦力活 吃的也是发臭发酸的干水 但就算这样也有很多犹太人抢着吃 非常精彩刺激的一部战争电影 还没看过的赶紧去看看 保证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嗯哟哟哟哟哟哟